几天前 查尔斯王子被确诊 再次感染新冠病毒 这一消息 立刻引发了很多英国国民 对95岁英女王 信一伦的健康的担心 据悉 老王储在被确诊前两天 出席在温莎城堡举行的 授讯仪式期间 和刚刚从桑德林汉姆庄园 回到温莎的老母亲 喝过下午茶 在民众的担心声中 和医生的随时观察和检测中 据最新外媒报道 已经打过三针疫苗的女王 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截止到目前为止 检测的结果也是阴性 尽管这次白金汉宫 拒绝透露女王的健康状况细节 但这个报道 也打消了公众 对老人家健康问题的担忧 同时该消息还报道 老太太将于下周 重返工作岗位 进行一系列的线上接见 英国王室这边的各项事物 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差二次王子 虽然二次感染 但老头已经打过三次疫苗 症状较轻 据卡米拉透露 除了因为再次隔离 让他不能正常旅行公务 而觉得有些烦躁外 老王储其他一切都好 在女王趁登基70周年纪念日 公开表达了自己支持 卡米拉做王后的态度后 威廉王子和妻子凯特·米德尔顿 小休息了几天后 也都相继回到工作岗位上 正常旅行公务 今晚剑桥公爵夫人凯瑟琳 将亮相CBBS频道的 Bedtime Story节目 为该节目的忠实小观众们 温柔地读一段睡前小故事 这边一切井然有序 然而 大西洋另一边的 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 却有点愁云惨淡 女王这个出其不意的重大宣布 几乎打乱了 苏在克斯公爵夫妇 2022年一年的全盘计划 哈利王子将于今年晚些时候 发布自己的回忆录 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实了 据悉 苏塞克斯公爵将计划 会在这本书中 明确表达对继母·卡米拉的 真实感情 将会对继母做出 毫不留情的批评 并借此进一步打击英王室 之前有王室专家分析 哈利的这些爆料 很可能会对 康乌尔公爵夫人的丰厚 造成致命的影响 甚至会引起人们 对查尔斯继承王位合理性的质疑 近日 哈利的一个朋友 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其实 哈利和威廉与卡米拉并不亲密 但过去这些年 为了展示王室的团结 兄弟俩和继母的关系 有所缓解 尤其是随后 哈利和威廉逐渐成熟 情况变得更好 他们找到了一种 成人间的共存方式 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亲近过 这位好友也表示 这本书一旦出版 或许会对王室造成致命的打击 然而很明显的 哈利的计划泡汤了 女王对卡米拉的支持 不仅扼杀了哈利 阻止卡米拉丰厚的可能性 对王室造成重大影响 计划也没戏了 甚至还降低了 人们对于这本书的兴趣 最最重要的是 也打乱了梅根和哈利 借着这本书进一步敛财的大计划 众所周知 去年9月 哈利和梅根进行了 为期三天的纽约访问 在这次高调的访问期间 夫妻俩不仅获得了 纽约市市长和州长的 最高规格接待 还拜访了多位联合国官员 和纽约富豪 作为已经退出王室的 前王室工作成员 受到这样的待遇 实际上是不符合规定的 因此两人的纽约之行 被很多王室粉丝 和英国人民称之为 假王室之旅 还在英国引发了 巨大的争议和抨击 然而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苏塞克斯夫妇 确实从这次访问中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因此有王室专家预测 今年 哈利和梅根 会借着出书的时机 再次开展几次 假王室之旅 比如到访一些 被他们自己认为是获得高知名度的国家 澳大利亚 日本 或美国国内 除了纽约外的其他一些州 或进一步宣传 哈利即将出版的回忆录 另外 一家美国媒体透露 为了宣传这本回忆录 哈利还计划将出镜 主持一期深夜秀 一档美国的脱口秀节目 然而 因为女王的公开发声 人们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 哈利和梅根 在王室的真实地位 这样的话 或许就意味着 这对夫妇所谓的假王室之旅 和主持人的计划 也都极有可能泡汤 因为在美国 即使一些有着强烈的 英王室情节的粉丝和媒体 也已经不再相信 落跑王子 和前美国女演员说的话了 美国FOX电视台 某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塔克·卡尔森称 这对前王室成员 是一对彻头彻尾的骗子 还给他们起外号 令人讨厌的假公爵夫人 和她的恼死亡丈夫 退休法官 珍妮·皮罗 也给俩人贴上了可悲 和无关紧要的标签 这名前美国女法官说 事实上 在美国 根本没有人在乎 苏塞克斯夫妇的想法 和说的话 不得不说 姜确实是老的啦 女王这一手 倒是足够高明了 但也把哈里和梅根的路 堵得差不多了 苏塞克斯家族 未来的路要如何走 俩人要维持 现有的奢华生活 走靠卖王室密新的老路 看来是不行了 衷心希望俩人 能放下过去的优越感 和曾经的王室光环 踏实下来 努力地生活 如果说 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 那就是他们都无法接受卡米拉 他们对卡米拉 恨之入骨 对哈利来说 没有谁更能懂得背叛感 也没有人能体会到 纠占雀巢 错综复杂的滋味 从小时候开始 他总是在父母的争吵中 度过一天又一天 那时候的哈利 就从戴阿娜的眼泪中 学会了厌恶 厌恶父亲的不忠于背叛 对于哈利来说 当卡米拉 嫁给父亲的那一刻 那种厌恶之情 就达到了顶峰 作为孩子的他 作为王室成员 对所发生的一切 却无能为力 哈利不想掩饰 自己的厌恶之情 而威廉 却不得不为自己 以及王室的将来 选择隐忍 但是 这并不代表着 他能够接受卡米拉 在多年以前 至少女王 是和他们站在一边的 至少查尔斯王子 五十岁生日的时候 伊丽莎白二世 和威廉王子兄弟 都拒绝参加了 查尔斯王子的生日庆典 因为当时的卡米拉 成为了这场生日会的女主人 但是 在多年之后 事情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年世已高的女王 也不得不向儿子示软 毕竟她已经是一个 九十六岁的老人了 能留给她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所以她必须要 为王室的将来打算 为了能与卡米拉结婚 查尔斯王 曾经做出向民众承诺 不会将卡米拉 授予王后头衔 如今 他们却出尔反尔 据传 早在多年以前 卡米拉就向查尔斯王子 透露 自己想要被授予王后 头衔的想法 这个想法得到了 查尔斯的权力支持 在团队的策划之下 克拉伦斯宫 开始了为卡米拉 洗白之路 虽然威廉和哈利 非常反感这样的行为 但是他们对此 却束手无策 作为未来的君主 威廉必须要知道 自己的定位究竟是什么 对他来说 以后的王位会是他的 而他才是未来的掌权人 但是无法逃避的是 他必须经过父亲之手 才能继承王位 所以理智告诉他 只能对父亲的所所为 忍气吞声 不管如何 站在利益的角度 威廉也只能和父亲 以及女王站在一起 作为王位继承人的他 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同样是气愤 同样是反感和厌恶 但是哈利王子 却可以采取自己喜欢的方式 反击父亲的行为 截至目前为止 哈利尚未公开祝贺卡米拉 而白金汉宫 也只是转述了威廉的祝贺之情 肯辛顿宫 也尚未向卡米拉道贺 这一次 两个兄弟都选择 用沉默的方式 表达他们的不满 对于英国王室来说 卡米拉的存在 才是最大的定时炸弹 没人能知道 这颗炸弹会在何时爆炸 也没人能知道 这颗炸弹的威慑力 究竟有多大 不管如何 英国王室的裂痕依旧存在 而被伤透的心 永远也不会有 愈合的那一天 那这颗炸弹火 也不会有 破 Ana